《演員周文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員周文賢 很開心這次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再見面 這麼久都沒有見面 我的電影裡的名字叫做《朱外能》 是第一次給我這個機會做律師 我接這部電影時我還沒聽過這部電影 接到之後我當然有查 我覺得不明白 即是殺自己父母 為何可以做到出手 要克服這件事去接受發生了這樣的事 做多些研究去研究 準備真的天天去背台詞 拍攝之前我一個死黨都跟我說 你哪裡像律師 你像什麼教官 什麼警官 踢開門的那些人衝進去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盧敏爾大狀 說了很多事給我聽的 知道有什麼可以做到 有什麼感覺 表情 或者這些行為 要像大律師 如果出來 你會說 克服也挺像的 他們會相信我一個律師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直接影響了 對 對 我就說了一個處理 你是否肯定 他不清楚 殺人是什麼 一件事 不可以下去把刀 拆在他的身體 一天都不知道 ABC已經有X做 請問X是美理師 誰是ABC 跟他合作之間 很欣賞他們 做了功課 阿倫 他拍攝很好聽 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跟拍攝的時候 我跟拍攝說 哇 真的很像 很像本人的真人 我覺得他的電影 挺過癮的 他可以把那個角色 是黑漫畫的感覺 我身為演員 我比較喜歡看這些演員作戲 另外 陌生 我看那個真人的拍攝 真人真的說話 真的是這樣的 真的很 因為他的能力 他真的是 整場戲的對白 沒有斷的戲 這樣 很純地拍 真的很佩服 阿倫是 那些戲很厲害 他已經說得很快 說得非常快 但導演要再快一點 很努力 他做得更加好 更加快 阿倫 他的腦子轉得很快 所以你要跟他做對手戲 你要很留心他聽 即是很留心他聽他說話 他已經是很多對白 卵罪地說 但他都可以突然爆肚 有機會跟他這樣做對手 我當然身上學到東西 我透過不少詩的 他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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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チケ